美国政府星期三宣布 将会大幅收紧中国共产党员和他们家属赴美旅游的限制 纽约时报报导 在新规定之下 中共党员和他们家属申请美国的旅游签证 获批的有效期将会由现在的10年大幅缩戴至1个月 而且只能够入境一次 不过据报移民等其他签证不会受影响 纽约时报又指出 有关规定执行上有困难 因为当局可能很难辨别 签证申请者是不是中共党员或者党员的家属 报导估计 中国大约有9200万共产党员 新措施将会影响大约2亿7千万人 中国外交部之前曾经表示 如果美国限制中共党员入境 将会是公然选择同14亿中国人作对 这次 Fox 13建议 他们也 дули的 费用功识 费用功费用功